你觉得武术的套路是不是发价值 当然了 当然是发价值 我们建国以后定的方针就是说 武术是一种运动 是表演的 是增加人体制的一种运动 因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不提倡 国斗的 是后来才提倡国斗 所谓的国斗还是在一个游戏规则里 连可以 不伤害到身体危险 就比我比较高 当然是这样 因为我们不再需要真的功夫了 所谓什么是真的功夫 就是杀人最快的方法了 那么这个在古代 在远过去的时候 我们学武就跟天派山大学 十年练一个绝招 一个绝招就没有了看家本领了 你可以帮你做看家护院 你可以做保护 你可以去保卫皇帝 你可以做就有地位了 大家费那个精力是为了达到身体 如果你今天好像谁练了十年 一个东西出来 您举着手去动谁 您打谁都算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